是什么东西让福宝自牙咧嘴 甚至口吐白沫口水直流 福公主到底怎么了 原来今天是福宝吃去虫药的日子 宋爷爷将去虫药塞进竹笋里 希望这样不会让福宝感到害怕 为了福宝的健康 宋爷爷不得不这样做 但他还是希望福宝不要记恨自己 看到爷爷来给自己送餐了 福宝挪了挪自己的身子 调整好坐姿迫不及待想要好吃的 爷爷先往福宝嘴里送了一块带去虫药的竹笋 这时福宝一点也没有察觉 吃得很美味 爷爷又给了福宝一块没有带药的竹笋作为奖励 福宝拿在手上一口口吃起来 爷爷觉得自己的方法真是太棒了 福宝一点也没有发现 于是又给了福宝一块夹掉的 怎料这次福宝发现味道不对劲 直接给吐了出来 爷爷还想伸手阻止 福宝小手将爷爷推开 赶紧往后躲 福宝坐在床上还没缓过神来 脑子里一遍遍回忆刚刚发生了什么 爷爷愧疚地重复跟福宝说着抱歉 福宝仔细想了许久 爷爷是最爱自己的 肯定不会伤害自己 一番思想斗争后 福宝还是选择相信爷爷 得到福宝的原谅 爷爷开心极了 一上来就奖励福宝一块竹笋 还趁机给福宝清理了牙齿 这里不得不说 福宝作为熊猫界牙齿最白的小熊 一定是送爷爷的功劳 而福宝不停地探出舌头 他只想吃美味的竹笋和苹果 最后爷爷决定再次尝试 把这块加掉的竹笋让福宝吃下 并提前跟福宝说了声对不起 这时的福宝还不知道爷爷 为什么要跟自己道歉 结果下一秒福宝终于明白了 福宝赶紧转身吐了出来 他只感觉自己终究还是挫服了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福宝坐在床上 嘴里艰难地吐着口水和药末 咱就是说 福宝这委屈巴巴的样子 还挺让人同情的 爷爷在一旁不停地向福宝解释 这也都是为了福宝的健康 福宝赶紧抓起竹子啃了起来 但愿竹子的味道 可以充散嘴巴里的苦味 而就在福宝吃竹子的时候 爷爷还在一旁碎碎念 这时福宝冻住了 就给个眼神让爷爷你自己体会吧